那就第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就是说从我们公司法里面的规定 谁可以来召集这个股东会 这边我列出来大概主要有几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之下 从我们公司法171的规定 大概是董事会可以来召集这个股东会 那另外就是说除了董事会之外 我们公司法也赋予少数股东 173的这个少数股东 还有我们2018年公司法就证之后新增加的 那个继续三个月以上持股过半的这个股东 也可以来召集 那另外就是说监察人 在某些情况之下 他也可以来召集这个股东会 这等一下我们都会来介绍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公司进入重整之后 会有产生所谓的重整人 那重整人在我们某些情况之下 也可以来召集这个股东会 还有就是说你公司进入清算之后 会产生所谓的清算人 那清算人在某些情况之下 那也可以来召集股东会 不过就是说我们后面等一下要讲的 这四个 就是董事会少数股东 还有持股过半的这个股东 以及监察人这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会有所谓的董事会 那一般股东会的召集 从我们171 我这边有把那个171的这个条文 有把它列出来 就是说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 公司的股东会大概都是董事会来召集 是董事会不是董事长 这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所以这边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就说那谁可以来召集这个董事会 这边我列出了我们公司法里面的规范 就说譬如说你现在你公司刚改选完董监 那你第一次的这个董事会 依照我们公司法的规定 就是由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选举权数最多的这个董事 在15日内来召集 那如果这个得票选举权最多的这个董事 我们有在这个期间之内来召集的时候 依照我们公司法203的规定 就是可以由过半数的这个董事 就可以自行来召集 那当你第一次的这个董事会 选出董事长之后 后续公司董事会的召集 从我们203之一的规定来看的话 就是由董事长来召集 那原则上以前 2018年之前 我们公司法它是规定就是说董事会的召集 原则上就是只有董事长可以来召集 可是万一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这个董事长 他故意要揽权 或是说消极不作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变成说 他故意不召集这个董事会 就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运作 所以我们在18年公司法修法之后 我们就增定了这个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过半的董事 也可以提议请求这个董事长 来召集这个董事会 那这个董事长不理你的时候 就是说他没有在你提出之后 15日内来召集的时候 这个时候过半的董事就可以自行来召集 那我现在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说假设 现在这个也是我们事务上 曾经面临到的一个case 就是说假设现在我过半的董事 我请求这个董事长来召集这个董事会 那可是就是说这个董事长 我请求的理由 是请求说要解任董事长 或是说解任某某董事 可是这个时候董事长他召集了董事会 可是他的这一次董事会要讨论的议案里面 没有要解任董事长这个议案 而是其他的议案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这个时候这些过半的董事 他可不可以再来自行召集 也就是说董事长他有召集 你请求他他有召集 可是他召集了 他要讨论的议案里面没有你提出来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没有这边第三项 说过半董事可以自行召集 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等一下我们在股东会的时候 也会有面临到类似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实务上曾经有发生过的 大概前几年有发生过的一个case 陈美才的case 因为你想想看 就说我今天我过半的董事 我请求这个董事长说要召开董事会 要解任董事长 他当然假如说万一如果依照你们请求 然后来召开有这个议案 那可能我就会被解任 所以他就召集了 但是他召集了 他是为了让大家后面的这些董事说 因为我召集了 所以你们这些过半的董事 就不能过来自行召集 可是问题是他的这个要讨论的议案里面 没有这些过半董事请求的 那可不可以 这个部分就我所知的话 我们实务上 就是主管机关就这个部分 似乎没有含事 学者之间 还有一些实务人士他的见解 似乎也不太一致 有些人士认为是说 因为你过半董事 请求董事长召集了 董事长也召集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过半的董事似乎就不可以再来自行召集 为什么他们会主张这样子的见解 主要是他认为是说 像董事会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没有像股东会 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 股东会他有一些重要的议案 你必须要在召集事友里面列举 要说明主要内容 但是就是说在董事会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公司法并没有像股东会那边有这么明确的规定 所以有些人他认为是说 今天只要董事长召集了这个董事会 虽然没有你们这些过半董事 所主张的 所请求的这个事项 可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个临时动议的方式来提出 所以有些学者他认为是说 这个应该这个董事长召集了之后 这个过半的董事就不可以来召集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他持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是说 像虽然是说你今天这个公司法里面 他没有就这个股东董事会的这些 主要讨论的议案 他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在召集事友里面列举 但是他认为是说像要解认董事长 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议案 事实上来讲的话 你不可以说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来提出 所以有些学者他认为是说 你今天这个董事长他虽然有召集了 可是他并不是依照你这些过半董事所请求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应该还是可以来自行召集 但是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case 后来是刚好两派 他们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最后就诉诸股东会来投票 所以后来那个case好像没有进入诉讼 但是这边你要注意就是说 像假设 假设你今天你是公开发行公司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金管会 他有一个针对我们公开发行公司董事会议事办法里面 后来有规定就是说 你如果要解认改选这个董事长 他要求说你一定要在召集室友里面列举 你不可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来提出 所以就是说以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假设你是要解任董事长 似乎你就不可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来提出 你如果是公开发行公司的话 当然非公发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印象当中主管机关好像经济部 他好像有一个函视就是说 因为公司法没有明明规定 所以似乎也是可以 所以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就是说因为像你要解认董事长 这种比较重要的议案 应该还是要在召集室友 要事前来为之 这样子比较妥事 因为你临时动议的话 似乎会有突袭的这种情形 这似乎是比较不妥的 这题外话 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 我们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之下 股东会的召集是由董事会来为之 那假设 假设现在是董事长 他就直接跳过董事会 而是由董事长直接来召集这个股东会 那这样子可不可以 假设这个股东会也召集了 也开了 也做成了这个决议 那这个决议的效力是怎么样 因为一般正常情况之下 像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应该是董事长来召集董事会 那董事会做成一个决议之后 要召集股东会的决议之后 那再来开这个股东会 可是他跳过董事会 这个程序 他就直接董事长来召集这个股东会 这边这个case也是涉及到 这个公司经营权的 在这个case里面 就说这个赖某人跟这个许某 他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董事 这个赖某人他是董事长 可是这个董事长他没有经过这个董事会决议 他就直接来召开这个股东临时会 就是在这边那个100年9月6号的时候 他就来召集这个临时会 也选举出了新的一批这个董事 但是这个被上诉人没有当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提起诉讼 就是主张就是说 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应该是无效的 所以后面依照这个股东会所选出来的 这些董事啊 这董事长啊 应该都是无效的 这个问题点就在于就说 那就这个case来看 董事长他直接召集这个股东会 然后来改选这个董事啊 那这个有没有效 做出来的决议有没有效 那这边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边一开始 这个高院 高院在这个case里面 他是认为是说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到 就是说公司法里面 针对股东会决议的瑕疵 从现行法的规定 还有实无上见解 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一类就是决议不成立 一类的话就是决议无效 还有一类的话就是决议得凑销 如果是他的内容 违反法令章程的话是无效 如果是召集程序决议方法 违反法令章程是得撤销 那这边你要注意就是说 高院在这个case里面的见解 他是认为是说 如果是无召集权人 所召集的股东会 当然无效 他就没有189条 得撤销这边的这个规定 那所以他认为是说 因为这个公司 他是由董事长直接来开的 他没有经过这个董事会决议要来召集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时候 这个股东会他所做的决议 当然就无效 所以之后 所召开的这个 所选举出来的这个董事 他们所组成的董事会所做的决议 选出董事长 这个也是无效的 所以这个赖某人跟公司之间 他的这个董事 市长之间的这个委任关系 就不存在 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说 这个case后来到最高法院的时候 他的见解就不太一样 最高法院他的见解是认为是说 如果是董事长 一般的程序 一般你是开股东会程序 应该是董事长 先来召集这个董事会 然后再由董事会决议 来召集这个股东会 那假设今天这个董事长 他跳过 先召集董事会的这个程序 就直接来召集这个股东会的时候 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认为是说 这个是属于我们公司的189条 就是那个召集程序决议方法 为了法令章程的规定 只是说 是不是可以提起 撤销股东会决议之数的问题 他认为是说跟一般那种无召集权人 来召集这个股东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供大家参考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设 我现在我公司有开董事会 那董事会做成了一个决议 说要开股东会 那股东会也开了 也做成了一个决议 但是前面 你之前所召集的那个董事会 所做的决议 它是有瑕疵的 因为我想一般依照我们通缩见解 你五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它不管是召集程序 决议方法 或者是那个决议的内容 违反法令章程 这个一般依照我们通缩见解 通通都是无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假设 你前面这个做成说 要召集股东会的这个董事会 这个决议是无效的时候 那后面你股东会也已经开了 那也做成了一个决议 居中也选了这个董监等等这些决议 那你会不会受到前面 这个无效的董事会的影响 而变成说你做这一次 所开出来的这个股东会 所做的决议 就会有无效或是得撤销这种情形 如果有瑕疵的话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那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我们实务上 这个也有一个含令 这边麻烦大家注意一下 就说一般如果假设你前面的这个董事会是无效的 依照这个无效的董事会所做成的这个召集股东会 依照我们实务上的见解 他认为是说这个是有瑕疵没错 但是就说他的瑕疵类型 他认为是跟这种无召集权人 所开的这个股东会是不太一样的 他只是属于这个股东可以依照189条 就是事后在30天之内提起撤销股东会 决一支数而已 不是说就无效或不成立的这种情形 这是供大家参考 这是供大家参考